我特意穿了Casual 其實我想帶出一個概念 律師樓可能因為客戶要穿西裝 有很漂亮的萬工環境 但互聯網公司律師在公司內 就不會見客人 所以相對來說是可以Casual wear 我在科目公司擔任公司律師 都有六年半的經驗 涉及三間香港主辦的上市公司 業務範疇 就有網頁遊戲、手機遊戲、互聯網金融、雲計算 IT設備採購、建設互聯網、數據中心 網上電子旅遊平台、手機拍照和收圖軟件 電子網絡平台和電子銷售平台 如果當時可以再選擇 我會用多點時間去哪一方面的法律 我一定會回答互聯網相關的法律 例如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知識產權、雙標、版權、專利等 主要原因是互聯網 行業是一種新經濟行業 亦是未來的大勢所趨 傳統行業受到很多成本和空間的限制 例如租金、員工人數、其他經營開支 舉個例 例如開一間網店 起碼可以省省在旺區租大地方的租金和人手費用 因為你的店可以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以及你的貨物亦可以存放在一些很便宜租的很遠的地方 我從一間律師樓轉到公司做律師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祝福 對我來說是好的 因為在公司做律師可以訓練到我多角度的思維 傳統律師樓主要就是替第三方的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即是說律師樓和客戶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通常律師樓不可以為客戶做決定 他只會將風險向客戶說清楚 然後由客戶自己決定要承擔這些風險 公司律師因為身分角色有點不同 其實就沒有一個客戶的概念 因為你是公司律師的話 公司是一個主體 所以很多時候作為公司律師 就要在法律和商業之間取得平衡 是以公司的利益作為最大的衣本 往往你有時候審閱一些合同之類的 其實你未必只是在法律角度出發的 你也要看公司的商業利益 或者甚至如果有些風險的話 你要考慮一下 究竟公司應不應該承擔這些風險 如果就著我的法律專業 我有一個人要感謝 那個會是我師傅 李嘉士律師Kameloli 因為我的法律根基和基礎都是由他傳授給我的 我記得由我做建習律師開始到我做律師 我師傅都一直訓練我做一些市場上未有的個案 而訓練我的思維 例如有一件事是 在2008年金融開示的時候 上市公司可能想看可不可以 提供一些堂簿資助給高管 去導過難關 但同時又想保持公平公正 不想有利益衝突發生他 就要律師達律師給他一些法律意見 第二件事是 有公司在公告上 宣布派股息 但忘了在股東大會上通過這個決議案 事後就打給我們律師樓 就問怎麼辦 我們要幫他處理 第三件事是 全香港第一件事在港交所 一間公司的中國B股 轉為H股案例 我師傅都給了他負責 如果我的公司請人 有一條問題 我會問候選人的話 首先我會說我問個問題的原因 因為通常你問的問題 都是希望看到候選人的什麼人物性格 首先要做一個互聯網公司的律師 人物性格是要很接受新市民 多角度思維和擁抱變化的 因為科技的東西是日新月異 就算多流行的產品 在一年後慢慢就沒有什麼人用了 所以作為一個科目公司 就算你同一款產品 你也要不停有些新的功能 甚至乎推出新的產品 才可以與時並進 當然相關的法律知識 其實有時候舊產不留新產品都會很不同 如果候選人是比較保守 是打算做一些傳統的範疇 之後不太接受到新市民的話 那比較難的 譬如有些律師可能是想外申銀行 做一個貸款的律師 那些會做到非常專業 因為銀行可能一個月批 很多很多貸款 但是它涉及的法律範疇 只有幾個 這就不太適合做科目公司的律師 因為科目公司有時候 可能每個星期都會有新的法律挑戰 要想解決方案的 因為這樣 如果我問一個問題 我會問一些比較開放式的問題 去被求選人自由發揮 讓他們可以慢慢分析 然後我再去看看 他們那個分析裡面 他們的人物性格 到底是否符合做一個 互聯網公司的律師 那我的問題 通常是 我會給一份他們 未見過的合同 即是互聯網公司的合同 例如 軟件開發合同 那我就會問他們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 你去委託另外一方 開發一款軟件 有個軟件開發合同 那我會問他 在你審議一份合同的時候 你認為最重要的 那五個關鍵法律問題在哪裡 以及每一個的原因 不然之就是 他要講清楚 那五個最關鍵法律問題 他要怎樣把關 以及他為什麼要這樣把關 雖然 有